字幕志愿者 李宅 李嘉诚又抛售上海豪宅 高财通成大陆精英救生艇 承报前大股东被爆以假名获港人身份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香港简讯我是叶晚峰 今天是香港时间3月22日星期五 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 长江实业主席李泽巨21日出席业绩发布会时表示 本港经济现时较为辛苦 如何应对要看当局有何计划 他亦直言香港一定要保住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李泽巨在业绩会上回应现时本港的经济情况 不止香港近年经历一浪又一浪的压力测试 包括2019年社会事件、中共病毒疫情 他形容香港人多辛苦 现时香港经济也似乎辛苦 要看政府是怎样去应对 他认为全世界只有几个可称之为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 而香港在过去多年来已经是其中的一个 这可以说是来之不宜急 千万千万不要失去这个地位 关于长实业绩去年少赚了20% 盈利173亿元 受到本港及大陆经济转弱 和物业市场气氛疲弱影响 物业销售收入跌近49% 派末期息每股1.62 按年减少12% 李泽据指本港楼市撤压后市场都暢黄了很多 目前下行机会也降低 又指集团一直在不同地方发展 但自己对香港有特别感情 如果环球市场认为 项目有合理回报 一定会在香港投资 近年由于社会动荡严格的防疫规定 大陆经济毁美不振 以及国安法下政治空间的急剧缩 以令外国企业和高管对香港的信心有所动摇 而港府日前极速通过23条立法 更被认为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画上完美举好 就此时 李泽据保住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一番话 引发网民热议 有网民表示23条获得一致通过 香港可以全力聘经济 巨哥反而叫救命 即是他已经觉得 也有网民说已经失去 大陆已经认证是为止 还有网民指 不是不要失去 是已经失去 再加上23条 已经是一去不复返 另外 超人李嘉诚日前 抛售上海物业高尚领域的消息 也引发外界关注 高尚领域位于上海 在四大副中心之一的普陀珍鱼 来地铁站只有400米 楼下就是商业街 5年前开盘时卖得火热 迎筹比高达106% 今年3月14日 高尚领域推出73间新楼 面积同83平米的两房 到160平米的四房单位都有 价钱同5年前一样 9万人民币左右一平米 比周边的二手楼还要便宜 国内媒体都说 高尚领域这73间新楼 相当于85折抛售 消息很快上载热手 李嘉诚以走得快注清 在中共党会 习近平2018年 开始打土豪分田地之前 就将主要资产撤离中国 展移到欧美 前段时间李嘉诚又在香港 7折抛售新楼 亲海逆 有字媒体说 李超人卖完亲海逆后 香港楼市就开始惨烈下行 这一次看到长实又拿出了上海压箱底的 全货大抛售 我突然想知道 李超人这一次是否又预判了什么呢? 港府高财通计划 自2022年12月28日实施至今收到约7万宗申请 当中5万5千宗已获批 约4万人抵港 大部分申请者都是大陆人 纽约时报日前发表专题报导 拆解大陆人 借高财通来港的原因 报导说香港对一些外籍人士来说 已经失去了作为国际大都会的吸引力 但对很多大陆人而言 还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生活和工作地点 报导访问多位透过高财通计划 移居香港的大陆人 27岁的刘先生从事物流和太太表示 两人对工作单位的党组织学习活动 早已经感到厌烦 而新冠疫情期间的磨难 则是压垮他们最后一斤稻草 刘先生也表示 如果在香港都会被监听或租公司追问 会毫不犹豫拿着护照 前往任何自由的地方 你可以禁止我怎么说 但你不能禁止我怎么想和怎么做 从事金融业吴先生指 移民的契机是因为2022年 中国严格的疫情风控 起初想移民加拿大 但申请高财通来港较容易 对比来港后工资未如预期大幅增长 吴先生仍然认为值得 香港不是一个特别自由的地方 但大家都知道 这里的人都有尊重法律的意识 他更直言 如果说中国是一艘大船 那么香港就是一个救生艇 除了为自己未来考虑 不少申请高财通的中国精英 是为了下一代 高财通人才服务协会去年访问 1,200名持国总统行政在港工作的人 有75%的人打算给子女在香港的学校读书 认为香港学校能提供给中国学校更好的教育 更注重英语学习 年近40岁的陈小姐来港后任职品牌策划 她打算将6岁的子从广东佛山带到香港读书 去现在的班有50多名学生 但香港的一个班平均只有20名学生 根据港府数据 若有36,000名高财通持有者的子女 已经拿到家属通行证 可以让他们在香港居住 另一方面 香港政局近年来持续动荡不安 港人纷纷远走他乡 外界预计23条立法通过 又将引发新一轮的移民潮 这个星期六和星期日23和24日 会展将举行第五届国际移民及置业博览会 据公关发出的采访通知 自23条立法通过 登记移民展入场人数即时直线攀升 采访通知内民提到 近期港府有意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加上近期港人移民的首选 英澳两国都有收紧移民政策的趋势 成为了港人移民的最后一度趋势 通知有引述不少移民参展商的说法 指自从预算案减难头 查询移民的申请有明显的上升趋势 不少港人卖楼移民 最新的统计显示 目前已经有超过25,000人预先登记入场 主办单位预告 由于明日22日公布已预先登记的 入场人士的问卷调查结果 内容包括他们何时计划移民来港 及探讨近日不同社会议题 与港人移民取态的关系 香港老牌报章 承报前大股东谭辉 去年10月涉嫌使用虚假身份 申请美国陆卡被捕 案情披露 他早在2008年已获中方安排以 李牧林的假名取得香港居民身份 令他在香港或拥有两个身份 自从亚洲引述美联社报道 竞逐纽约市长的民主党亚当斯 因涉及接受非法境外政治劝金 被联邦调查局调查 进而揭发谭辉提交了虚假的竞选申报 谭辉对联邦指控表示认罪 承认以他人的名义 向纽约市长亚当斯等人的政治竞选活动捐款 并向选举监督机构说大话 另据案情透露 谭辉在2008年已获得一名中方官员 提供以李牧林为化名的相关身份证明文件 令他在香港或拥有李牧林和谭辉两个合法身份 2018年至2019年 谭辉则以李牧林身份取得香港身份证及特区护照 谭辉亦承认在2019年 申请美国合法永久居民身份时作出虚假陈述 但声称从未使用过化名 根据认罪协议他承认在刑满后放弃在美国居住的权利 并被驱逐出境 以换取检方请求法庭判处不超过6个月的刑期 现年55岁的谭辉背景神秘 生于北京普通家庭 在重庆求学期间结析了首任妻子 前中共国家主席李仙廉太太林佳媚的侄女林青 1999年谭辉入股京城达官贵人的 肖金窝天上人间豪华夜总会 2001年成立声美传媒 及后成立声美国际在港交所借学上市 一度名列福布斯中国富豪榜 2003年谭辉从东方魅力 收购香港最历史悠久的报纸《成报》 2015年声美控股陷入财困 此后虽有英网集团TVB为他注资 但声美控股最终在2018年9月停牌 2020年5月被港交所除牌 以上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 更欢迎你转发 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 多谢收看 再见 中文字幕by紧凭 答案 可能会发可能要解决 whatsfont拟 ??? stato取消音 Coordin榜 abic 珍嗎 做梦